- 週末止序5分鐘 科技新聞在手中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末的科技補給站 我是你們的補給員站站 那麼本週有什麼不可錯過的熱門新聞呢 那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為年輕族群設計的小米11代5G在台灣開賣啦 用年輕的色彩 超薄機身與強大效能的小米11代5G 在台灣上市了 而且還具有親民好入手的定價 小米11 Lite 5G 是小米時尚最輕薄的5G手機 也是目前六吋以上機種最輕薄的一款 共有三種機身顏色分別為黑、黃、綠 主鏡頭周圍特別設計全光環 為外觀增加亮點 機身還採用防眩光玻璃具有防指紋設計 藏寶機身光亮如新 既然針對年金雛群設計 強大的相機當然不可少 小米11 Lite 5G的主相機採用三鏡頭配置 包括6400萬像素的大光圈主鏡頭 低光源時也能擁有強大的進光量 除了擁有119度的超廣角鏡頭 還有特寫微距鏡頭 在3-7公分距離中可拍攝物體細節 至於前置相機則擁有高達2000萬像素的感測器 隨手拍出亮眼自拍 小米C Lite 5G採用高通5nm製成的 Snapdragon 780G處理器 支援5G雙卡雙待 搭配6GB或8GB的主記憶體 提供高效能、流暢的使用體驗 重點來了 它的售價到底是多親民呢? 小米11 Lite 5G 6GB加128GB版本售價為9999元 8GB加128GB版本為10999元 就在前幾天5月14號開售了 大家趕快去看看吧! 狂野新設計Android 12旗艦 Google Pixel 6外型首次曝光 你們知道Google有推出手機嗎? 雖然Google Pixel銷售一直為名列前茅 但依舊被認為是Android標杆 它代表著Google對Android手機的看法 雖然這次Google I.O. 2021沒有發表Pixel 6手機 但知名爆料者Drum Plaza獨家曝光了 Google Pixel 6、Google Pixel 6 Pro 渲染圖 Pixel 6系列有大小兩款機種 正面微距中打孔螢幕 三顆鏡頭與閃光燈橫向排列 背面被劃分為三個區塊 Drum Plaza稱之 狂野的新設計 可能是歷代Pixel系列中最具辨識度的旗艦機種 身為Google的親兒子 Pixel 6系列自然會率先搭載Android 12作業系統 並會於第一時間獲得安全程式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有爆料稱Google正在開放自研晶片 代號WhiteTrapel 有可能攜帶Pixel系列會使用WhiteTrapel晶片 也許Pixel 6系列會是Google自研晶片的首發機種 值得期待喔 蘋果太空灰的Magical Keyboard Magical Mouth將停售 果粉要注意啦 各位果粉們 經典的太空灰鍵盤滑鼠即將絕版了 蘋果在三個月推出全新一代iMac 換用全新外觀設計和多彩配色 甚至鍵盤滑鼠都是配套的彩色 隨著iMac Pro的下架 蘋果也即將停售對應的太空灰款周邊配件 目前在蘋果官網上 太空灰款妙控鍵盤 巧控滑鼠 巧控板 都顯示數量有限 先買就先贏了 大家也都知道 蘋果的鍵鼠產品 現在都是以白色銀色為主的 所以太空灰款也是不少 珍果粉所青睞的收藏品 他們最早是iMac Pro 隨機附帶的鍵鼠套裝 非常特有 到後面可能看到不少使用者的需求 蘋果才開放單獨銷售 而且賣的比普通的白色款還要更貴 太空灰款巧控鍵盤的價格是4290元 而銀色款只要3790元 但功能完全是一樣的 真的是太誇張了 所以大家想要買的話就要趁早 說不定以後就成為獨一無二的蘋果配件了 幣圈大騙局 奇亞第二大礦池突然停運 2萬礦工受影響 奇亞幣具有很高人氣 已經有不少人少貨硬碟加入挖礦行列 但俗話說幣圈高風險 尤其是新興幣種更是如此 5月16日 奇亞幣第二大UU礦池突然發布公告 將關閉奇亞礦池 肯星儀器約2萬多礦工 一般小小礦工通常都會加入礦池 貢獻自己的算力 再依照比例分取報酬 因為組隊打怪一定比單打獨鬥來得輕鬆 而UU礦池無預警關閉 就會令礦工平白貢獻算力 卻拿不到回報 一些幣圈平台 礦池在關鍵時候下線並不少見 一般以服務升級 網路故障等理由 躺塞用戶 但UU礦池卻直接把問題丟給奇亞官方 指責礦池協議不完善 而且官方團隊未提供有效解決方案 所以直接向線礦池 唉 真是神邏輯 據悉至少有2萬礦工 數千萬資金都受到影響 還是那句老話 地圈風險極大 入行需謹慎 以上就是我們本週的熱門新聞啦 如果你想要知道哪些科技新話題 可以留言讓我們知道 我會幫你們注意的 記得要訂閱我們XF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麼下週同一時間 科技補給站 我們不見不散 掰掰